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有一个不为零的电厂吗 所以它跟电厂有关系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我们从实验里头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关系 我们称它叫做欧姆定律 它是说Current Density 它的大小跟电厂成正比 方向呢相同 Current Density的方向就是正电和移动的方向 那么这里有一个比例常数 就是说它跟什么有关呢 还有跟这个导体的特性有关 那这个Sigma我们称它叫做电传导系数 叫电传导系数 Sigma它叫做电传导系数 电传导系数 叫做conductivity of metal conductivity of conductor 那么它的单位 单位 我们现在用一个新的单位 叫Siemens per meter Siemens Siemens per meter 好 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定律倒过来写 你也可以写说 E跟Current Density的成正比 那么它这个比例常数叫做rho 那么当然从这个关系我们知道 rho呢就等于sigma分之一 那这个呢 它的单位啊 就是ohmmeter ohmmeter 这个叫做电阻系数 这个导数就是它 这个导数就是它 所以它导数的单位是什么 就是per meter ohmm分之一 以前我们是叫做 ohmm是ohm 它导数我们就称它叫做mull 不过现在我们不用这样的 它mull per meter 那我们现在就用Siemens per meter来表示 这个是电阻系数 coefficient of resistance 那么这个是实验室 没有道理 你就得把它记起来 好 我们现在 看那个电流密度 跟电场有关系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 一段的导体 假如我们有一段导体 这是一段导体 ok 这一端呢 我们称它叫做a端 这一端叫做b端 如果我们从这个导体 里头 这里有电流流进去 这是存量 这不是向量 这箭头是电流流动的方向 这个地方就是i 同一个时刻 这边的i要等于这边的i 进去的电流 要等于出来的电流 好 我们现在 假定 这个导体 它的 resistivity 这叫resistivity resistivity 是 就是说 它resistivity 是导体的特性 但是这一段导体呢 我们不把它当作是 均匀的导体 就是它不是由 同一种 金属做的 它可能有好多种金属 混在一起做的 所以它各部分的 resistivity 可能不一样 那也就是 这个里头的resistivity 可能是位置的函数 好 现在我们说 你这里不是有电流吗 有电流就一定有 current density 好 我们就 把这个current density 在里头所走的路径 画出来 这个红颜色 代表current density 好 我们随便找一个地方 随便找一个地方 随便找 找这个地方好了 找这个cross section 好 那么 这个cross section 上面 跟这个垂直的 我们找这个cross section呢 是跟这个电流密度 我们 我们就 就叫做这个好了 某一个cross section好了 上面的电流密度是这个 假定是 因为 这个是它的路径嘛 电流密度 当然就是切线的方向嘛 好 我们说电流密度 跟什么有关系啊 从这里跟从这里就知道 它跟电场是同方向 同方向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呢 画出 电场来 电场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这红颜色的这个current density的这个路径呢 我们当作是一种积分的路径 那么我们画一个 那么我们画一个 在路径上面画一个 小小的displacement element 好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要问 如果有一段导体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要问呢 电场的线积分 从A端到B端 这个等于什么 我们要问这个积分是什么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 把这个电场啊 跟current density的关系导出来 好 电场等于rho乘上j 好 所以它就等于rhoj.dl 从A到B 因为电场current density跟位移基数都是同方向嘛 所以这两个同方向 这两个同方向 那dot以后呢 它就变成这个纯量的g 好 这就变成纯量了 从A端到B端 好 A端到B端 好 那现在我们又把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我们假定 在这个小的面积基数里面呢 current density 跟位置没有关系 就是说在这个界面上面 current density 把它当作是一种 它的差异不明显 那就说我们当作它是一个常数 当作它是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current density 就在这一刹那呢 我们说这个j可以等于电流被cross sectional area来除 这个地方的cross section 我们当作是A好了 好 我把这个带进去 那就得 e dot dl from a to b 它要等于 这个i呢 i可以提出来 因为i是每一个cross section都一样的 所以i是一个常数可以提出来 ro不能提 ro不能提 ro a不能提 就是说这一段导体啊 它有出有席 不是都是 并不是均匀的 不是粗席都一样的 然后呢 乘上dl from a to b 所以啊 这个积分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式子来表示 它就等于i乘上r 电流乘上一个r 那r是什么呢 这个r就是 这一段 这是这个积分 所以r呢 它是等于 这个积分 ro over a 成dl from a to b 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 电阻 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 resistance 叫做resistance 那用这种方式表示 就是说这个电阻啊 跟这个材料有关 跟材料的结构有关 跟它的形状有关 跟这个是 a是界面积了 你这个是它的长度了 这个是材料了 它跟材料有关 用这种表示是这样 那么r呢 它还有什么表示呢 比如说 将来我们会学到 你从a到b 如果这是一个纯粹的导体 里头没有电动式的话 你们以前学过电位 有没有学过电位 electric potential 有没有学过 从a端到b端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vab 就是a端跟b端的 potential difference potential difference 因此 这个potential difference 跟这个电阻也有这个关系 所以r呢 它又等于vab over i 这个是纯电阻 所以这个是用电压跟电流来表示 这个是用材料的特性 跟它的规格来表示 所以这两个都是电阻了 都是电阻 这个式子 我们其实也是称它叫做欧姆定律 因为在欧姆做实验的时候 它发现如果这是一个电阻器的电阻 你在这两端 加上这个电压的话 那么会有电流 从这个电阻通过 会有电流 从电阻通过 那么欧姆他做实验就发现 vab 就是这两端的电压 跟通过电阻的电流 的比值 因为你电压越大 电流就越大 电压越小 电流就越小 但是他发现这个比值 是等于 你这个导体确定了 他就等于某一个定值 这个是一个constant 这constant就是电阻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导体的电阻 其实这个电阻 跟这个电阻是 跟这个欧姆定律 还是有一些关系 这个欧姆定律是告诉你说 这个里头的电厂 某一个位置 电厂是1的时候 就在这个位置 产生的current density 是多少 就是那一点 那那个是什么 那个欧姆定律是说 这两端的电压 是vab的时候 经过它的电流是i 那么这两端的电阻 就是vab over i 所以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 它是一段导体的电阻 那这个conductivity 跟这个resistivity 是某一个位置的 这个是它的分别 以后我们这个都 这个狮子跟这个狮子 都可以用来求电阻 那现在我们用这个狮子 来求电阻 我们做一个立体 来求电阻 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有一段导体 它的界面积 跟它的成分 都是常数 就是说界面积都是A 界面积都一样大 然后它的 组成的导体 resistivity 也是constant 好 现在有电流 是从这里 这一端 流向这一端 我们就把这一端 当作A 这一端当作B 好 现在要求 这个 这个长度叫做L 好了 我们求这个导体的电阻 求这个导体的电阻 OK 好 那你要求电阻的话 你就想啊 我学过哪一些 求电阻的方法 就跟以前求电厂 求电位一样 你一个一个算嘛 这个是用材料来求 对不对 由这个 你这个导体 材料 结构是什么 由这个球 如果知道材料跟结构 如果知道电压跟电流 就用这个球 那你现在知道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个电压 知不知道 那没告诉你啊 没告诉你 你知道电流也没有用啊 所以结构我们知道 它的conductivity row 是一个常数 界面积是A 界面积A是一个常数 长度也知道了 那我知道要用那个做 所以我们就把R 就等于 我们写成Row DL over A From A to B 好 现在呢 Row是常数 已经告诉你是常数 A也告诉你是常数 均匀的嘛 我们就可以把Row 与A提出来 里头就是 DL From A to B 那这个界面积呢 要注意 这个界面积是什么 是跟电流 电流是这样 电流密度就是这个 这个方向 跟它垂直的 跟它垂直的 界面积 这个界面积是指 跟电流密度 垂直的界面积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它是等于这个 这个单位就是欧姆 所以我们在普通物理都学过 你有均匀的导体 结构均匀 它的这个界面积均匀 材料均匀 那这段导体的电阻 就是什么 跟长度成正比 跟界面积成反比 跟材料有关 你这个导体越长 电阻就越大 导体越粗 电阻就越小 这个是这样子的 OK 我们再看一种导体 如果它的电流 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怎么求它的 好 这有一个空心的导体 这个是导体 我们讲定 这个是导体 OK 这是空心的 这个都是导体 这个导体 导体 那么我们讲定 它的resistivity 是长速 它的界面积也是均匀的 好 界面积也是均匀的 从这里 到这里的长度 假定是L 好 那 这个 内 内半径 A 外半径 是B 那 它现在的电流 怎么流呢 我们画它的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它的current density 是这样子流法 current density的路径 这是current density 从内导体的表面 从内导体的表面 从导体内表面 流向外表面 OK 这个是J 这个是J 现在我们要求 这一段导体的电阻 是什么 求R 你现在要怎么求 你要考虑 我们求导体有几种方法 你学过什么方法 把它算一遍 有的是根据材料 规格 像这个就是给你材料 给你规格 大小规格 还有的是用电压跟电流 这里没有告诉你电压 所以不能用那个式子 那我们就用材料 规格 来求它的电阻 所以电阻 就等于 rho dl overa 我们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我们现在这个写大写的ab 小写的已经 代表半径了 好 这个 rho 是常数 resistivity 是均匀的 所以我们提出来 因此就把 resistivity 提出来 r是什么 a是什么 界面积 什么界面积 我刚刚讲过 去什么样的界面积 跟什么垂直 要跟电流密度 处处垂直 对不对 跟电流密度 处处垂直 这个界面是什么界面 这个界面 什么界面 这个界面 这个是 r的方向 以 轴来讲 举一个半径 为r的一个 一个圆圈 之后呢 好 我们就取 这是黄颜色的 黄颜色的 这个面 黄颜色的 这个圆柱面 因为它处处都跟电流密度 垂直 电流密度在这里 电流密度 OK 这个是 电流密度 垂直 这个a 等于多少 这黄颜色的 面积 等于什么 2排r 2排r就是 那个 那一圈 层上 层上 这个 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 是l a是等于这个 界面 dl是什么 dl是什么 dl是 current density 流过的 一段位移 对不对 现在current density 怎么流啊 怎么流啊 圆到半径 向外流 对不对 方向是半径的方向 所以这个dl 就是dr dl 就是dr 从 半径 半径等于a 到半径等于b OK 好 那这个不就等于 2排r l 分子r dr r 的积分 是什么 natural logarithm 它就等于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这个 所以 这几个例题 就告诉你 你怎么取dl 怎么取a OK 好 这个是用这个导体的 它的性质 还有它的大小规格来求电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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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